大家好,我是默默妈妈 鲁鱼别再争着吃了 今天我们分享一道生炒鲁鱼的家常做法 做法简单,香味十足 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这是今天花了90块钱买了一条新鲜的鲁鱼 已经让卖鱼的老板宰杀好了 我们拿回来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一定要把鱼肚子里面的黑膜还有贴骨穴清洗干净 接下来我们用剪刀先把鱼器剪掉 这样老人和孩子使用起来也更加安全 然后从鱼的尾部直刀切下去 再把刀放平把鱼肉片下来 如果感觉有点滑可以垫上一张毛巾 防止伤到手 嫌麻烦的朋友也可以叫老板处理一下 再把鱼头切下来 再根据个人的喜好把鱼肉砍成大大的小块 片下来的另一片鱼肉同样剁成小块 鱼头我们给它对半切开 全部剁好后装入一个大碗中 接着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少许的胡椒粉 再加入两勺生抽 一勺玉米淀粉 然后下手给它充分的抓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让鱼块入个底位 粘匀后先放一旁备用 准备两根青线胶切成小圈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四个小米胶也切成圈 切好之后和青辣椒放在一起 再来准备一块生姜 先切成片 再改刀切成姜丝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一把小葱 把它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把锅烧热 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先下入青红椒 翻炒一下 给它炒出香味 把辣椒炒软 炒软之后先盛出来 别用 接着锅中留底油 依次地放入一块煎一下 我们在煎鱼的时候 可以轻轻地晃动锅 使其受热均匀 一面煎至金红之后呢 我们给它翻一面继续煎 把两面都煎至金黄 这样鱼皮吃起来就是脆脆的 喜欢吃嫩一点的可以少煎一会儿 两面都煎好后放入切好的姜丝 再沿着锅边淋入少许料酒去腥 接着把炒好的辣椒也放进来 再淋入一些水淀粉 再给它烧制一分钟 让鲁鱼充分地吸收调料的香味 一分钟后再下入切好的小葱段 然后开大火把汤汁收一收 这个时候满屋子都飘着浓浓的香味 把小葱烧至断生以后就可以出锅了 装入盘中就可以美美地享用了 哇真的是太香了 你看这个颜色就非常的有食欲 这样我们一道非常好吃的香煎鲈鱼就做好了 鲈鱼这样做吃起来外焦里嫩 香味食足 而且做法非常的简单 有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